Hello大家好,这里是红一乐 奥特银河格斗虽然已经圆满结局了 但是短短几分钟的精彩剧情 到现在还让人有点意犹未尽 塞罗领着新生代的弟弟妹妹和 暗黑抄鞋为宿的黑暗军团展开厮杀 你放唱吧,我放登场 随着暗黑抄鞋的一次次复活 把故事推向了高潮 而暗黑抄鞋背后隐藏的黑手 也被揪了出来,正是黑暗推了架奥特曼 这个老奸巨坏地抓了头子 在罗布剧场版结尾还说自己挺忙的 原来是忙着给新生代一人制造一个黑暗体 真真是坏得很啊 新生代始终浑身解数 把塞罗特曼都戒虚了 可还是没能搞定暗黑军团 直到泰罗出现之后 剧情才终于出现了反转 新生代把力量全部注入到 银河斯特利姆手镯里 发出新生代奥特炸弹 最后彻底把暗黑抄鞋消灭了 为了以绝后患 连暗黑抄鞋的老巢 黑暗能量空间也给毁了 直接断了暗黑抄鞋再次复活的可能 凯旋过来的新生代相聚在一起 结束了这场战斗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塞罗这才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托里加之所以抓狗里乔 是为了不让罗布兄妹变身格罗布奥特曼 托里加真正惧怕的是格罗布的力量 自从在罗布剧场版末被打败之后 托里加就对罗布兄妹三人有所忌惮 这才想方设法拆散三人 以避免再次正面吃饼 没想到的是托里加竟然自己跑出来了 他之所以离开光处国是因为和泰罗意见不合 托里加认为这世上是没有正邪之分的 正与邪光明与黑暗是相互依存的 而泰罗和光处国的眼里却容不下黑暗 这一点让托里加很是恼火 于是托里加扬言要消灭泰罗和光处国 说完便转身离去了 之后便无缝衔接了泰交他们第一集的剧情 七位新生代和托里加在宇宙中展开追逐 后来还中了托里加布下的陷阱 而赛罗则护送格里加回到了原来的时空 这也是为什么泰加第一集没有看到 赛罗和格里加的缘故 作为继贝利亚之后的黑暗大boss 托里加对光明与黑暗的好坏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果赛罗代表光明 托里加代表黑暗的话 你会选择支持他们哪一个呢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的想法吧 同时别忘记点赞和关注我们哦 下期节目更精彩 拜拜